陆毅审视胡亥良久 冷笑一声道 胡大人 本官命你亲自去将春洗班众人接来此处 大人 万万不可呀 双膝跪地的胡亥抬起头来 用气求了眼神望向陆毅 您有所不知 昨日春洗班来 来府衙唱戏 既然被心机叵测之人趁机混了进来 嗨嗨 嗨嗨 惊吓连连咳嗽 神情颇为不自在 陆毅倒是面色平静 宛若无视人一般 站在一旁的翠子心跳抖完加速 生怕陆毅或者惊吓无意中将他的秘密吐出来 让他瞬间死无葬身之地 杨月和尚关西 倒是一旁耿直的杨月立声道 心机叵测之人 胡大人 感恩昨日府中可曾有意外发生 那倒没有 那倒没有 胡亥望着杨月 从他衣着便端定石鸣捕快 打小的他却不敢反驳大洋 想到淋漪的洋粉 惊下索性轴窗前来 双手作衣 胡大人 卑职陪您去趟牢房 有劳您带路 是 胡亥吃力地站起来 弯腰往牢房的方向走去 陆毅眼底闪过一抹笑意 大步走进凉亭 坐在石墩上 翘起二郎腿 身是悠哉地打量其身边一切 胡大人小气爱翠子脸色苍白 食指不安地搅在一起 整个人如秋风中树叶 瑟瑟发抖 陆毅瞥了眼翠之 宛若他不存的一般 可翠之除了在心中祈求陆毅不要多嘴 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他有心想要起身告退 却又怕得罪陆毅 心中矛盾极了 惊吓就是在杨州 陈福 阿舍和杨月等人分左右站好 众人谁也不说话 在晚风中静静等待着 天逐渐暗了下来 变成灰白色 夜幕很快便要降临满城镇 吉夏在牢中见到班主时 他正在拼命忍受其养 吉夏出现后 他如见到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写些医药给夏爷磕头 零零不愧为一仙 敬他手的羊粉解药 真是要到病除 班主服下后 马上就不养了 甚至通体舒畅 终于春喜班中恩在京夏 胡亥的陪同中 好好当当出现在陆毅等人面前 班主认识陆毅 并且知晓他真实身份 双膝跪地 草民叩见陆大人 如此一来 春喜班种徒弟 包括灭色惊讶的长生等人 也纷纷跪地 见过陆毅 京夏在写什么 陆毅起身 踩着梁亭台阶走过来 亲自搀扶起班主 快快请起班主 第一场误会 让春喜班众人受委屈了 受宠若惊的班主站起来 扭头望了望京夏 目光落在陆毅眼上 多谢陆大人 我替春喜班所有人 谢谢陆大人慷慨相救 依捧了京夏闷得尴尬 心中满是歉意 陆毅则诚心诚意地说道 班主客气了 说到此 此事因本观而起 谈不上感谢 又寒暄几句后 班主带着徒弟离开了府衙 直奔破庙 望着班主等人背影 京夏心如明镜 班主趴时到破庙收拾行李后 归火速离开满城镇吧 陆毅 京夏等目送春喜班所有人离开后 天 完全黑了 夜幕拉开 满天星陡 月亮挂在西南天际 将月光洒向大地 照耀满城镇的一切 宛若一位老者睿智的双毛 注视人世间所有的悲欢离合 府衙的下人们 手指火把开始一盏一盏掌灯 陆毅立于凉亭外 双手挽在身后 脸色铁青 双毛中似乎有两团火焰在燃烧 胡亥在官场混几多年 能顺风顺水 绝非只靠运气和阿谀奉承的功力 他极其善于察言观色 揣摩人心 从陆毅对春喜般众人的态度 他已猜到昨夜混进府衙的那鬼不是陆毅心腹 便是他本人 欣许自己老底 这位没清目秀的陆大人早就莫清了 这嘴不安的胡亥心想 这陆毅虽然年纪不大 但性格沉稳 三国志中的喜怒不形于色 泡物不善于表 悲欢不易于面 生死不从于天 应该就是说的他做总恩 杨月看着上官兮好开心 陆毅说的开口 胡大人 本官有些话想与你单独谈他 是去御府衙大堂之上 还是你的书房 胡亥望了望四周 暗自吞咽几下口水 陆大人 还是去下官书房吧 下官为您带路 说完他弯腰往前走去 一瞬间的功夫 胡亥画画肠子早就转了无数道弯 无论如何 自己在陆毅面前的夹起尾巴做人 还是去书房把门一关 莫要让府衙之内众人见到自己蓝北模样为妙 大人眼中有小心形 如意跟在胡亥身后 惊吓 杨月 陈福则紧跟其后 他们不傻 皆在心中暗响 人心隔肚皮 自古强龙南压地投蛇 在胡亥一亩三分地上 万事不可掉以情形 大人与胡亥独处一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阿蛇与其余仅依未站在原地 等候自驾大人 心跳到嗓子眼的那位翠芷 也怀揣小兔回翠圆了 这儿人在干什么 众恩来到书房门前 胡亥先进去点燃烛灯 见里面有了亮光 陆毅的人才走进去 书房中 陈福站在门口 杨月自觉走到创边站好 惊吓则瞪着乌溜溜的眼睛 左顾右盼 想寻找些异样的蛛丝马迹 陆毅索性开门见山 胡大人 我且问你 立方将军的尸首现如今在何处 胡亥双手做一道 启禀大人 下官已吼葬李将军 就在郊外 您可以派人去查看 陈福 杨月 今夏同时已冷 各自心领神会 算你还有点良心 陆毅心中颇为意外 这个结果是他意料之外的 随即问道 那一千将士们的尸骨呢 下官也已派人安葬好 林林真的很知性 陆毅望着眼神飘忽的胡亥 书帝正言辞问道 胡亥 你为何要害死 李将军与那一千将士 一听这话 胡亥宛若被雷击中一般 双细一软跪地 胡亥宛若被雷击中一般